中国现行的扶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指标 它既包含人均收入指标 也把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据我了解有关部门在制定中国扶贫标准的过程中 参考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贫困标准 2016年的6月有关部门还专门邀请世界银行反贫困专家组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总的看中国的扶贫标准符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高于世界银行2015年确定的每日每天1.9美元的贫困标准 也高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绝对贫困线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世界银行在2018年又针对不同的国家 增设了一些新的贫困标准 据我了解的这些标准是作为研究比较用的参考性标准 各国主要还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确定本国的贫困标准 从时间上讲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是2015年开始的 要找遇世界银行2018年提出的新标准 所以不存在中国刻意选择了一个低脱贫标准 这样一个问题 接 worry 别别别别 我将喜欢这样一个取緣和学生 各国家联合过来 您让到这种课 retro keep 到那这个 您 对